好 现在所有的家人伙伴们 大家现在好 很开心呢 又来到我们空中的时间了 那今天呢 很特别的是呢 我们要访问一位啊 来自呢 我们台湾嘉义的一位伙伴 那他呢 是我见过 我真的觉得 我第一次看到他 我就觉得 哇 他的精神超好的 而且呢 身材比例也超完美的 后来啊 我才知道 原来他曾经 也是我们台湾的国手 那是什么样的国手呢 是运动健将哦 而且呢 也是一个 很厉害的呢 就是带 很多的健康啊 只要是 只要是关于瘦身的 这些运动 他实在是太厉害了 那我们呢 首先呢 就先来邀请他 来跟他挖挖宝 那为什么要跟他挖宝呢 因为呢 他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忙碌的 肉园店的老板娘 他的肉园 在嘉义无人不小 为什么 因为生意真的 实在是太好了 我看过 完全都手工的 而且他也是 我吃过 目前最好吃的肉园 好 如果大家有机会 来到台湾 来到南部 一定要去吃他的 因为真的生意太好了 而且他说 不赶快来 他都已经要 要专子做凯莉 所以以后就吃不到了 但更棒的是 他说 未来我要盖 育肉院的时候呢 他会教孩子 无常教孩子 怎么去做他的肉园 所以也可以看到一件事 他是一个超级有爱的 那云曼呢 他也每一次来到台北 参加聚会的时候 都是不畏风雨的 过去呢 我们每周的周一 不管任何课程 他只要是放假休息 他一定会来到台北 然后拉着一个重重的推车 做什么呢 里面通通都是他满满的爱 他的肉园啦 四层汤都实在 哇 现在想到都垂颜三尺 好 那我们就先请云曼了 哈喽云曼 嗨 大家好 嗨云曼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全球伙伴 台湾 以及来自全球的伙伴 家人们 大家好 我叫云曼 我姓林 那我是从事那个传统行业 我在卖肉眼跟四层汤 我是在台湾的嘉义市 那我从事这个行业 这个传统行业已经21年了 那我因为我只会这个功夫 虽然我以前是运动健将 可是各位知道 如果是再去做运动 我当 因为我的教练曾经跟我讲说 你去开跆拳道 可是我知道 因为跆拳道馆可能开了以后 我觉得我可能会饿肚子 因为他不是没有办法马上赚到钱 你一定要交出有成绩了以后 你才学生才会进来 那后来我就是因为结婚了以后 我接触到这个吃的这个东西 我就开始从事 就小孩子 我有两个孩子 开始孩子生了以后 就开始从事这个行业 所以我现在已经将近做 今年是迈向22年 那我的工作是每天都是非常忙的 因为我从早上到晚上 我所有的东西 我的肉圆 四成汤 还有很多产品 都是我自己亲手 心力亲为去做的 所以在传统行业呢 你非常辛苦 有胜利 没错 可是说实在 你真的是用体力去做的 那我在这个传统行业 今年22年的当中呢 我22年各位相信吗 我搬了7次家 为什么会搬了7次家 因为我都是租房子的 那当你生意好的时候 房东要涨价 那你涨价 你也要 也要钱赚 你没钱赚 是不是就要搬 那一搬 我的客人就不见 他没有办法累积 所以我一直搬一直搬 搬到现在 这个地方已经第7次了 我告诉自己 我不要再搬家了 为什么 因为太累了 因为搬家 你的客人会流失 虽然我的东西好吃 可是 不一定好吃就有胜利 你还要会经营 你还要能够 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 让客人 他喜欢你的东西 他每吃你的东西会难过 而且不是只是好吃 你还要怎么做 你还要抓住他们的心 你还要 你要陪他们 你要聊天 你要跟他们变成 很好的关系 因为在台湾的南部 是一个注重 非常注重人情味的地方 那今天他不一定要 来吃你的东西 因为现在在台湾 如果在外国的朋友 他应该会知道说 台湾非常方便 可能三步两步 就是在卖吃的 那人家为什么 要来吃你的产品 为什么要来吃你的肉圆 因为你的服务态度 你的 他来 你把他当成是朋友 他一辈子都不会离开 各位相信吗 我在卖肉圆的21年当中 我搬了7次家 客人 我如果搬走 他找不到我 他后来又找到我的时候 他告诉我 我离开了那个地方 三年了 四年了 五年了 他看到我的时候说 他跟我说什么 他说 老板娘 你自从搬走 我从来没有去吃过 别人的肉饮四神汤 那你想想 这个是对你的一个肯定 那我觉得在传统行业 我虽然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可是 我很肯定 我的东西 我是用爱 我把我的东西 你吃到我的东西 你会觉得幸福 觉得好吃 为什么 因为我不只是在赚钱 我是在交盆点 当然 我还是要有钱 我才能够养得起我的孩子 可是重点是 当你 当然是我们要赚钱 可是当你的 你只是你的钱 你的脑袋里面 你的眼睛只有钱的时候 那种生意是做不大的 而且人家 你不会有好的风品 因为在台湾的南部 大家都是说 你的老板 脸色不好 臭脸 东西不好吃 你就算东西好吃 你的脸很臭 他都不会来的 所以说我的客人 他都是非常始终的 他真的是 对我是一种肯定 我也觉得说 我每次他来 他吃了 他只要桌上 我断了一碗四层汤去 他把它吃光光 我都会很开心 他都会告诉我一件事说 我从来没有吃过 这么好吃的四层汤 我很喜欢吃四层汤 全台湾跑透透 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 其实我告诉他 不是我的东西很好吃 是因为你来了 你觉得你来到一个 很亲切的地方 我把他当成是一个好朋友 他来的时候 我会招呼他 所以其实人跟人之间 其实是什么 你不是在卖你的产品 你是在卖你的态度 你的心 你的关怀 这个是我在传统行业 最大最大的 做21 22年当中 我最大的体会 就是说 你的心是什么 客人就会跟着你 他不一定要跟着你 可是传统行业 很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他很辛苦 他没有办法累积 因为你是要花体力的 你没有体力 你根本没有办法赚到钱 那22年来 我做了传统行业 把我自己的身体 说真的 我真的只是 因为是运动员 我才可以说 我能够在这个22年当中 我把我的两个孩子 背在身上工作 各位能够想象吗 很多人做生意 就做得一塌糊涂了 他还要带着两个孩子 这怎么可能 现在人带着孩子 就说我累得要死了 怎么还可能去做生意 可是我对自己 要求非常的高 我做生意 我的孩子在旁边 我的孩子要干净 要很干净的小孩子 人家看到他 他会很开心 我工作 我做生意的地方 就是非常的干净 我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我只会做生意 我小孩子带不好 我小孩子叫不好 为什么 这是你对自己的要求 那我觉得 这个传统行业 你能够把它 虽然我是一个 路边摊而已 可是我觉得 我自己 我很有自信 我做的 我做的传统行业 我做吃的 我可以 我可以让每一个人的胃 都会 只要吃肉圆跟四层汤 就会想到我 想到云曼说 他们家是最好吃的 告诉各位 我在22年当中 我做肉圆 交了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可能各位不相信 我只是卖个肉圆 几十块的肉圆而已 他们会跟我变成 十年二十年的朋友 所以说我觉得说 你的心是很重要 你是用什么心去对待人家 人家都能够感受得到 这是我在做传统行业 最大的体会 我交到很多的好朋友 我交到了很多 我去关心一些老年人 关心一些比较弱势的 虽然我没有办法帮助他们 很多东西 可能我没有办法拿钱 可是我可以从心里的 去关心他们 你去 他会觉得说 你虽然是在卖 他可能会觉得说 他比较低沉 可是他会觉得 你真的是关心他 我觉得我都是以视同仁 他是老板 我也跟他很好 他是一个乞丐 他是一个穿着拉里拉他 我也跟他很好 我从来不会去嫌弃任何人 因为你想想看 人家都没嫌弃 你凭什么去嫌弃任何人 所以说我在传统行业 学到很多 我交了很多的好朋友 谢谢 今天是 这是我在传统行业的一些 这我22年来 我觉得我得到非常多 非常多的东西 虽然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劳累 很忙 很累 可是我其实是甘之如矣 因为我觉得我做最好吃的东西 给别人 因为我是凭着我的良心做 我从来不加任何的一些 不好的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我在 我在做传统行业 这个领域里面 虽然我只是一个 在嘉义是很 其实嘉义收购 你Google一下就知道 嘉义是很小的地方 那很小的地方 可是只要人家知道 我的肉眼是神汤 他们一定会来找我 这是我在传统行业 最大的成就 谢谢 太棒了 从刚刚余曼的分享 我们看到一个 妈妈背着孩子做生意 这个人一定吃苦耐劳 第二个呢 我看到了他所有东西 那个脸上都养溢着很幸福 其实他真的 每天都在那个传递着幸福 我们每次呢 下去到他的店里 就会听到呢 他会招呼旁边的人 他就会 哎呦 哥哥你好久没来啦 那个姐姐你怎么今天 今天不一样哦 他真的跟每一个过路哦 所有他几乎 我觉得他对客人 他真的每个都认识 甚至他会告诉他 哎你你今天吃的 跟上次一样吗 那我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他真的很细心 然后真的店里面都好干净 其实他很客气说是路边摊 那路边摊是有屋檐的 是有厕所的 是有房子的 但真的都是打扫得很干净 更重要的是他很孝顺 而且呢 他把弟弟妹妹 都是拉在身边照顾 我听到他过去的一些故事啊 你都会觉得 他怎么过来的 我都会觉得 嗯 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女孩子 那我们今天呢 最主要是挖宝 所以我们先来挖挖 跟凯莉有关的宝 来请问一下 你当初呢 如何接触到凯莉 那你为什么愿意要投身凯莉 其实哈 Apple讲的这些话 其实我都有点想流眼泪了 因为我会 我其实我会 会来到凯莉 也是要感谢我的推荐人 我的推荐人是立真 立真钻石 她在宜兰 那时候我也是因为 前一家平台 其实我 我其实我为什么会接触凯莉 就是怎样 因为传统行业受够 很累 我告诉各位 我做传统行业 做到可以到厕所 哭一哭出来再工作 因为我没有爸妈 爸妈很早就走了 那我会看到凯莉 因为我22年来 我做传统行业 我把自己身体搞坏了 为什么 因为你每天都在 那么大的压力下工作 你要照顾好孩子 又要想说生意不好 要怎么办 你要想方设法 我在做传统行业的时候 没有生意 我要怎么办 我要去想想我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样让客人知道我 我带着两个孩子 去发传单 发名片 干嘛 发一次不来 两次不来 三次不来 四次不来 东西送给他吃 他来了 我是慢慢慢慢这样 一步一脚印一直做 可是传统行业 累得快死了 我把身体搞坏了 那我 因为力真 钻石告诉我说 你妈你的鼻子过敏这么严重 你要不要试试看 试试看有一个亲戚片 那他为什么会告诉我亲戚片 我会相信 因为 他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他 他肺部纤维化 他每次我打电话给他 因为我其实 我说实在我的推荐人 我都会关心 因为他身体不舒服 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他就会忍不舒服 我都害怕说他 会不会就这样就走了 然后我这个人就很爱哭 然后我就会很难过 所以我都会 就两三天就打给他说 力真姐你有没有好一点 你有没有怎样 然后后来他就说 有很多人去跟他讲 那个亲戚片 要叫他做 他说我都快没命了 然后他就说 要不然留一瓶下来好了 然后结果他喝 他跟我讲说 他喝了亲戚片 喝了十三天 结果他那个 可以呼吸的很好 然后讲话很大声 单甜非常有力 然后我就想说 反正我也吃过 那么多家的保健食品了 我就想说 好吧 我这个人其实说实在 有点 我妹妹都说我是烂跑 可是我都想说 反正我已经吃那么多 再吃力量也不会怎样 那他跟我讲说 你的过敏三十几年 因为虽然我是运动员 那我说实在 这运动生涯当中 其实也把我自己的身体 都搞坏了 而且我又 做传统行业 传统行业做那么久 也身体都不好 因为其实运动员的身体 是很差的 因为我们是选手 我们并不是说 一天只是做个 一个小时的运动而已 我们那个不是 因为选手 太耗能量了 而且身体产生很多的自由基 那那时候 我的鼻子过敏 已经三十几年 我从高中毕业 没有练台拳的时候 我就后来就 鼻子一直过敏 而且我的过敏 不是像别人 就打个喷嚏而已 我的打喷嚏 是从早上只要发作 到隔天 到隔天的早上 才会好 而且我告诉哥儿 我的鼻子 我只要一打喷嚏 一直打 打到后来我是 早上的时候 我一打的时候 我就鼻子就鼻塞了 那鼻塞怎么办 要用嘴巴呼吸 那各位 你用嘴巴呼吸 整天 你的脑袋会不会缺氧 你整天是整个 精神压力是很大 因为你没有办法 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你用嘴巴呼吸 嘴巴会干掉 而且我告诉各位 我以前只要 我只要一过敏 就去吃药 吃什么药 是抗主治安的药 然后抗主治安的药 一吃 一吃就完蛋了 一吃鼻子干 嘴巴干 全身你整个人就是好像吃了马杯 就是昏昏沉沉想睡觉 可是各位 请问各位我可以睡觉吗 我怎么可能睡觉 我有两个孩子 我要做生意 我要吃了鼻子不会打喷嚏地 可是重点 整个人好像 好像是行尸走肉一样 我怎么办 我一样称称称称称 称到晚上 才能够去休息 但去休息还不见得好 鼻子还是塞住 嘴巴都是干的 还有好多次起来的时候 是差一点煤气 因为喉咙干掉了 你根本没有办法呼吸 我都想说 我这个是不是要 有一天等我死 这个过敏 会不会想说 到有一天就是死了 还在过敏 后来立真姐就跟我讲说 那你试试看吧 那那时候我一个礼拜 差不多都会发作三次 那后来 我吃了这个清洗片以后 想说 就吃吃吃 吃了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 我就问立真姐说 不行啊 她寄一瓶给我 我总要问她 要怎么样 加入啊 怎么样买东西啊 她就跟我讲说大套煮 那后来 她就跟我讲说 有一个大套煮比较便宜 因为我送产品 我说 那就用大套煮 为什么 因为我 我不是慢 我真的已经是 三十几年的症状 我不可能只吃一瓶就好了 哪有那么好 那医院不是倒光的吗 那后来我就跟她讲说 好大套煮 那我告诉各位 我吃那时候吃是吃 益生菌跟清洗片 那三个月 竟然只发作了两次 我的女儿跟我讲说 妈 你最近好像很少发作 我说对呢 好像呢 因为以前常常发作 你就忘记了 然后现在觉得说 好像每天都应该是这样 那我自己在讲说 奇怪这个产品这么好 那那时候我在过敏的时候 各位 你知道吗 我过敏是每天要戴着口罩 一天要换八个七个口罩 我妹妹只要跟我出门 她就要帮我准备卫生纸 你知道卫生纸不够 我就去买那个 那个 黏的那个 那个布的 手帕来擦 因为那卫生纸用到 已经受不了了 你知道隔天起来 整个鼻子全部都破皮 各位你想到吗 我过敏可以 我告诉你 女生要用卫生纸 是不是MC来 我告诉各位 我竟然打喷嚏要用卫生纸 你看我多严重 那二十几年来 我会把自己的身体 我有胃溃疡 胃出血 因为吃饭 客人来 我没办法吃饭 我要赶快站起来 去照顾客人 所以那个便当可能 冬天的时候 可能热热的吃到变冰的 你觉得吃了两口 你还会想吃它吗 因为弄冰 都是冰的 你根本就不会想去吃它 所以长期这样下来 胃十二指肠 溃疡 胃溃疡 然后又胃出血 搞到整个身体都完蛋了 然后头痛 什么 全身的 反正就是通通在发炎 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一直要收摊 我头痛到 要送医院去打电闭 根本检查 不管是怎样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 我凯莉 那这段时间 其实我真正吃产品 吃差不多一年的时候 我的过敏 其实已经好了 差不多九成 其实现在要听到 我打片第一次打 可能要除非我 我很劳累 然后可能又帮助一些伙伴 谈Case 我很累的时候才会发作 可是我吃产品 已经差不多两年 两年五个月了 我真正吃到一年的时候 我其实已经身体恢复的差不多 我的精神体力 我告诉各位 我早上都五点多就起床 起床以后 我家里的工作做完的时候 我就要出门去肉眼店工作 我到家里的时候 我这个人是有点龟毛的 我不只是把肉眼店用得很干净 我人家里都要很干净 为什么 我觉得我回家 就是要干净的地方 那我这段时间以来 我在一年 差不多吃了一年以后 我就身体就已经开始在 慢慢慢慢恢复到正常了 那各位 你们现在看到 我有可能看到 我的脸上有点白白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的工作太劳累 那我的免疫已经 免疫已经有问题了 所以虽然是凯蒂的产品很好 让我的一些 我的鼻子过敏 我的头痛 我的胃溃痒 胃出血 好了九成 可是重点 我那么劳累 可以帮助我吗 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太劳累 不是吃了保健食品 就一定所有的病都会好 你没有充分的休息 没有好好的休息 你怎么可能会让你的身体的细胞 会活化呢 根本不是不可能的 很多人说 你说你吃那个多有效 你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告诉各位 我所有的身体 我吃所有的凯蒂 我并不是因为我的百般 因为我知道我里面已经很严重了 我的身体太差了 我已经22年把自己 我小时候练跆拳就已经身体不是很OK了 然后又来做传统行业 这种有那么劳累的工作 我又做了22年 你觉得 各位 你们觉得我的身体是健康的吗 是因为我的毅力 因为运动员的毅力 我要撑下去 我有两个孩子 我不可以这样子 我把人家生了 我把他养好 所以我要撑下去 这是我 这是我为什么会吃凯莉 我为什么看到凯莉 因为他产品太好了 他帮助我身体变好 可是我没有好好听话 杨老师 庄医师告诉我说 云曼你要休息 你要休息 可是我没有办法 因为经济上的压力 凯莉没有说 马上就可以赚到很多钱 可是我的传统行业 还是要顾着她 我是 因为我要有传统行业 我也要有收入 那我才能够兼差来做凯莉 所以说 我在这一个 我看到凯莉是因为她产品 在我的身上 发生效用 所以我才会想说 我还要好好吃凯莉 这是我接触凯莉 凯莉让我的生命 可以 我的身体可以越来越好 我真的很感谢三个老板 他们可以 林博士可以研发这么好的产品 还有我们的Steve 还有我们的Bogo老师 所以说 我觉得我在凯莉 我真的很感谢 我觉得我可能 没有凯莉 我可能没有办法 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好 这是我对凯莉的感动 太棒了 我们看到云曼真的 过去的传统生意 只要生意好 人就倒了 你看 他就是一个最好的写照 那生意不好 当然就是电倒 那云曼刚刚刚讲到白斑 其实呢 他在使用凯莉一年多的时候 白斑是完全消失的 我们都见证到 但因为我们的身体 其实就像洋葱一样 它会一层一层的 那也像他说的 因为没有好好的休息 我想呢 我们大家到这里呢 每一个人呢 先打上666 来支持一下云曼 我真的觉得 他呢 我每次看到他 他都让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因为他对于呢 不止自己的孩子 刚刚我们说的弟弟妹妹 还有 其实他对于伙伴 他也是非常非常的热情 而且呢 他跟我一样也很鸡婆 就是上下线啊 左右啊 随便 只要是凯莉人 通通呢 都会很想呢 去拥抱啦 去协助去帮忙 那他在谈单的时候 真的也是 台北啦 南部甚至跑到呢 屏东啊 他真的就是 南北这样冲来冲去 大家刚刚听到 他这么忙 那我们很想问问 他在上个月上五星 他真的很忙 我每次去到他那个摊位 你不管是夏天去 冬天一定不能 因为他那里好热 好温暖 但夏天去 哇 你就觉得无敌热 但他呢 还是一样哦 他有装冷气哦 给客人吹 不是给他自己吹 你就会看到他 真的他为客人 为身边的 每一个人 他真的会 无私的去付出他的所有 那我们很想要挖宝的就是 你如何在这么忙 那你还有办法 在上个月上五星 你在凯莉 你在凯莉 你觉得你的秘诀是什么 其实 谢谢Apo 那因为我在凯莉 其实我的时间很忙 因为我早上九点 就一定要开始所有的运作 当我把所有的东西 煮好了以后 我就伙伴会来找我 其实我看到凯莉 是因为 其实我会看到凯莉 开始发展 凯莉也要感谢利生姐 因为他一直跟我讲说 他跟我讲什么 那个举证奖金 其实我告诉各位 我真的听不懂 我真的听不懂 他每次都说 那就怎样怎样怎样 我告诉你 他讲了一年 我还是听不懂 可是我告诉你 他只跟我讲一件事 你就把那个谁叫来 你就跟他讲说 你就泡一颗清漆片给他体验 我就跟他讲说 我泡给他体验的时候 我就讲我自己的故事 告诉各位 我刚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故事 就我自己 那就我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 反正我就是很感动就对 因为你想想看 当你不会打喷嚏 你可以很好的呼吸 你可以用你的鼻子呼吸 不是用嘴巴呼吸的时候 那种感动 我告诉各位 那种感动 不是你吃药说 好了 那个不是 你吃了那种感动 是你整个身体 你的细胞是活起来的 告诉各位 我只要讲到凯莉 我告诉你 我整个精神都来了 我头也不痛 什么都不痛 然后讲到凯莉 人家都会觉得 你好像在卖药的 我告诉各位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产品 在我身上发生 很好的效用 为什么 我不只是给我自己吃 我给我的女儿 我的儿子 我的女儿 皮肤本来很差 每天都跟我讲说 妈你给我摸一下我的脸 你摸一下我的手 你觉得她是不是疯了 我女儿26岁 26岁 喝个清剂片 有那么神奇吗 我就想说 每天都跟我讲说 妈我的皮肤又变好 那你给我摸一下摸一下 我说好了很好很好 她都跟我讲说 妈你在敷衍我 可是我告诉各位 真的是这样 我自己都觉得说 那怎么会这么神奇 那我 我 我 比如说 我跟打电话给谁 说 你有空来找我 那只要认识的人 他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他 我告诉他 我现在接触一个 很神奇的东西 喝水就会健康 我跟你讲 你是不是知道 我鼻子过敏三十几年 因为说实在 认识我的人 除非是刚认识我的 他不懂 不知道 只要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这个云曼 整天都是拿着 那个卫生纸在包水饺 各位你想想看 这么严重的一个人 为什么大家会想说 奇怪 这个云曼是怎么样 怎么现在好像疯了 之前不是在卖 一个什么插在手上的东西 怎么现在又在说 卖什么卖水 然后我就 我就怕给他们体验 他体验了以后 因为不知不觉 人越来越多了 那后来我就想说 完蛋了 人越来越多 我总不能一直靠我的 那个立正姐吧 那还那么忙 那么远 那怎么办 告诉各位我怎么办 我要进步啊 我要成长 我每天都很忙 我回家就干嘛 我就听回播 听线上分享的 每次我一听 我告诉各位我累到 听到一半就睡着了 那怎么办 再听 明天再听 我是这样子在学习 那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问Apple也是知道 Apple说实在 我要去上课 Apple都会说 你要不要来 你要不要来 他都会勉强我 可是我告诉你 这种勉强是对的 因为 其实说 各位说实在 我在做生意 要不要房租 要不要人员开销 这些都是要的 那我问各位 当你要房租 你又要放假两天 没工作 那个店门要关上 店门关上就没钱了 我一定要付房租 要付电费 我一定要给员工薪水 我不能自己一个人做而已 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做 我就倒了 因为你一定要请人家帮忙 你没有多厉害 那我每次都在想说 我要去吗 我要去吗 我在想说 我人越来越多 我怎么不能依靠 一直依靠我的上线 那我怎么办 当然那么远 那后来我就是这样子 我一直听 一直听 然后我就把别人讲的 我听了以后 我拿到 拿什么 然后我觉得那个 他那个话 我可以用的 我把它变成我自己的语言 我怎么样去讲这个东西 变成我自己 我跟 比如说我跟Apple 是很好朋友 我就用我的方式 跟他聊天的方式 我去讲这个东西 我是这样子 这样子慢慢的去学习 那第一次我要 他们勉强 我去上课的时候 我去了以后 我就觉得说 这两天我真的 好假在我有来 我也知道他们的好意 因为云曼做的太辛苦了 你就来度假 当成在度假 说真的 我去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开心 我不管 见到任何人 我就很开心 我把所有的伙伴 都当成我自己的 很好很好的朋友 我都告诉他们 你要来找我吃肉丸 来找我吃肉丸 免费吃肉丸 他们真的很多很多来找我 我都超级 我看到他们 我都超级开心 我都觉得说 这些伙伴来找我 就好像是我的兄弟姐妹一样 我每次他们来 我告诉各位 如果你们从多伦多来 我也会很开心 然后加拿大来 我也会很开心 你只要Google就找得到我 那我就是这样 那我用什么时间 我中午过后的时间 差不多两点的时间 我就跟伙伴讲 伙伴要找我 我就说 你们两点以后来 两点下午就要没人 你们来 我就帮你们 那我会跟伙伴说 你要 他打来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这个人他是怎样 怎样 然后我就用我自己的故事 用别人的故事 用我听到的故事 可是我要告诉他们的 通常是我自己的故事 会去影响他们 为什么 因为我这么忙都能 我这么忙都能做了 你们有什么条件 说不要 那我会告诉他们 你什么想要什么 你想要健康吗 还是你要想要 多增加一点收入 如果你想要健康 那问我就对了 我会告诉你 他不是先单 可是你要改变什么什么 我会用 我听到 我学到的东西 去告诉他 而且我告诉各位 你在你的 今天来的这一个人 他是一个 对你来讲 他是第一次见面 可是你要怎么样 让他感受到 你是真心的关心他 你要有你的心 你要从你的心 你在跟他说的时候 你是把他当成 是你的亲人 一样的重要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很多人 那个脸就是 眼睛就是有一个钱 可是你要记得 你如果重新 由心发出的时候 你去关心他的时候 你觉得 比如说他告诉你 他怎么样 他睡不着 你就要告诉他 睡不着是很心 是很 是很 不好的 为什么 因为他会引发很多 疾病 然后你要告诉他 你在跟他讲的时候 你是 你是很要紧的 什么叫很要紧 就是你觉得说 他是你的家人一样 你是非常说 你这个一定要马上的改善 你一定要好好的 比如说你在吃东西 或者你 你不能 你不能熬夜 你要干嘛 我觉得是重新 去告诉他 他就会被你感动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 你来到这里 我没有东西卖你 你要来 不够我捧场 你也不用 你来捧场 肉丸四成汤就好了 可是呢 你要捧场凯莉 那就不必了 为什么 凯莉用捧场的没用 因为他不是要 他是一个保健品 他是一个 他只是要让你的脑袋改变 你改变你的脑袋 你的身体才会健康嘛 你脑袋不改变 你为什么能健康 你都没有保养的概念 我会告诉他很简单的方法 是什么 你开一台车 你骑一台摩托车 你要不要保养 你都不要保养 你都不用忘记加黑油 我告诉你 你骑到一半就停 那就罢工了 那人也是一样 所以说我都会用这种心态 去告诉他们 如果你想要健康 你一定要先有健康的脑袋 那你想要赚钱 告诉你 也要先让你自己健康吧 你自己都没感动 你都觉得你的肉丸不好吃 你去跟谁讲说 你的肉丸很好吃 四成汤很好吃 这是不可能的事嘛 谁要来给你买单 所以我在帮助伙伴 在讲这些的时候 在帮助他们的时候 我都是从我的内心 去关心他们 让他感觉到说 这个人不是要卖他产品 我的伙伴把他带来 他带来是想要认识我这个人 我会让他知道说 我对产品的感动 进而知道这家公司 他是以什么为出发点 他是以爱为出发点 他研发的产品 是让你可以得到健康 是去帮助别人的 所以这是让我看到凯莉 让我能够帮助伙伴 最大的信心就是因为 我们凯莉的公司的产品 我吃产品的感动 还有这老板 他研发这么好的产品 还有不过老师 这么好的一个制度 让我的感动是在这里 所以说我帮助伙伴 是用这样的出发点 那他们来了以后 都会觉得说 来到这里没有压力 为什么没压力 他只是伙伴也很聪明 说什么 我请你去吃那个肉眼的 那个云曼 我的朋友在那边卖肉眼 我请你去吃肉眼 但我就是跟他们聊天的同时 我就是会不经意的带入 请问你有听过亲戚片吗 我就说你有沒有听过亲戚片 那刚好我们 我的肉眼店隔壁条 在隔壁条有一条路叫民族路 它有一间美清馆 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有沒有经过那一条路 有一间美清馆 那是西清 可是我们这是喝的水 很简单 你不用买一台机器坐在那里 或者要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我就跟你讲 喝水就可以健康 你有听过吗 我跟你讲 你自己去Google查一下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在怎样怎样 所以我就会这样子去告诉他们说 这个东西 所以我是伙伴来 我是用这种方式 去跟他们聊天 你要从你内心 去那种你对公司的感动 产品的感动 然后去发自内心 去分享这个东西 他们自然而然会觉得说 来到这里是很舒服 没有压力的 这是我这么忙 我会跟伙伴去帮伙伴 怎么样去沟通伙伴 这是我的我在工作之余 很忙很累的时候 可是我还是 我告诉哥 我不是坐在那里 客人来我赶快跑上来 所以他们就会聊 干嘛怎样 所以我还是这样子 我在工作 我不是只坐在这里一个小时 通通跟他们讲话 因为客人来 我还是要做我的生意 我要赚钱 所以说我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在凯莉 帮助伙伴 伙伴都会说 云曼你哪时候有碰 我要去 我就说你什么时间来 什么时间来 他们就会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我们 我跟伙伴之间 很好的一个默契 我是这样子在工作 谢谢 真的太棒了 云曼呢 对他们也是呢 如果我们要去找他 他就会跟我们说 最好下午来 为什么 因为要避开那个 中午吃饭时间 人最多 还有晚餐的吃饭时间 那更棒的是 我还知道呢 有一天晚上 很晚很晚了 我们接到云曼的电话 哇 他的店里面 满满的伙伴 大家都挤在那里 在干嘛 他们呢 在想办法呢 让云曼 这两个月 一定要上钻石 就是他们会做计划 然后他们会讨论 你会觉得很感动 那更棒的是呢 我觉得云曼 对于每一个客人 他都做到了关心 对每一个伙伴也是 还记得我们上次 到那个嘉义 然后做说明会 每一个伙伴上来呢 分享都是 我是那个被带去肉圆店 吃肉圆 然后呢 肉圆店老板 讲一讲我就来 每一个都是跟肉圆有关 你就会觉得 哇 大家知道吗 那个嘉义的分享会 不是只有十个人 二十个人 他们每一场 几乎都是四五十个人 这个也真的让我觉得感受到 在地的那个温暖 还有没有想到真的 刚刚云曼说的小小的嘉义 他的凝聚力这么强 那我们看到 为什么凝聚力这么强 因为云曼每一次的聚会 他真的 我看到的是 他会完全依循着力争钻石 给他交代的 用聚餐的方式 一人一菜 那他会呢 第一个 首先都先率先做什么的 我记得他有炒米粉 对不对 还有煮呢 煮面 对不对 就是 他会做 先做好大好大一份 甚至那个汤 我到那个 我们家的锅子是小小的 他那里的锅子是那个 你知道那个 工地那种炒在大的 那个用像铲子一样 拿铲子 那个我们挖地的那种铲子 当成那个炒菜的那个 那个勺子 我都觉得 哇 太佩服他了 那我们想要也让 也请云曼了 分享一下 你怎么谈单的 因为呢 我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以前 每次请云曼示范谈单 大家知道吗 他只要一谈单 那个 就好像那个 也不能讲鬼上身 就像他刚刚说 他只要一讲到凯莉 他整个那个能量就起来了 当他在谈单的时候 我自己都自探不如 我都觉得 听完我都会好想要再加入一遍 线上的朋友要不要听一下 他怎么跟人家介绍凯莉的 如果你想听的话呢 请打上222 我要我要我要听 我们打上222 我们就知道你想听听看 他到底怎么谈凯莉 谢谢Apple 我其实我在谈凯莉 其实都是从 我都会先 其实 其实谈单 其实我觉得 到后来 我觉得谈单很简单 是怎样 你就是先关心 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其实很多的东西 它会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为什么 因为当你在关心别人的时候 你关心 比如说 我之前帮一个 我们的一个秋月阿姨 她介绍一个在仿聊 屏洞的仿聊 她就跟那个 她的朋友讲说 她先介绍我 她介绍我 因为她也在做生意 她在卖海产的 我用这个当例子 她在卖海产的 她就 那个秋月阿姨就跟她讲说 我有一个云曼跟你很像 她说她的个性也跟我很像 那我就告诉阿姨说 你先跟她介绍我是谁 你知道吗 我自己一个人 我就坐车 去到仿聊去找她 我拜托一个朋友 因为我一个朋友在屏洞 我就拜托她 带我去说 诶仿聊在哪里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而且我没有跟她见过面 那个 然后那个阿姨就跟我讲说 她的店名叫什么海产店 然后我去的时候 我就说我是谁 我是某某人介绍来的 我是那个秋月阿姨的朋友 那我告诉各位 今天我去的时候 我绝对不会两手空空 我会带着我的爱心 我就带着我的肉圆 还有我的四神汤去 为什么 因为我在卖肉圆四神汤 我的肉圆四神汤那么好吃 一定要让它尝尝 而且我这么远来 对不对 虽然我今天 我那天去 我没有得到 我没有盘单 没有盘单完成 他没有签单 可是我去到那里 因为阿姨有跟他讲说 我要来跟他讲什么 那我去的时候 他很忙 他很忙 他做生意很忙 就跟我一样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他就说你等我一下 他叫我六点才去 他叫我四点去 我等到六点 我就坐在那里 然后我看到他忙的时候 我帮他端盘子 帮他收一下东西 因为我习惯 我觉得人家很忙 我能够体会到 做生意是非常辛苦的 然后就说 不好意思 他又坐来坐来 来坐两分钟 然后又走 坐两分钟又走 后来他有坐他五分钟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 你这么辛苦 那阿姨跟我讲说 我一定要来跟你分享这东西 因为我就 大概 我讲很快 因为 因为他在做生意 那个专注力 不会很长的时间 你差不多三分钟 五分钟 那我就因为我能够知道 因为我自己是做生意的 所以人家跟我讲什么 我跟你讲 那个专注力 差不多三分钟 就差不多了 那我就很快 我讲话也很快 我就跟人讲说 这个东西是怎样 我泡给你体验看看 阿姨告诉我 一定要来分享 因为他跟你很好 他觉得一定要来帮你 他说你是一个很nice的人 你是一个做生意 因为他之前有做过 别家的平台 也做得很好 可是可能也是 制度的关系不好 后来也没做 还是回到传统行业 一样很辛苦 没有办法 那身体也不是很好 我就告诉他 那个阿姨告诉我 一定要来跟你讲 那那一天 我就泡了给他喝 他喝了以后 我就告诉他 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说 那你我有带一瓶 那你先留着 那你先喝 然后后来我就回去了 对不对 然后你知道 我要走的时候 他跟我抱着 为什么 我们第一次见面 他竟然抱着我 为什么 因为我是从 我的内心里面 去关心他的 那我就告诉他 那时候我要去美国 我就告诉他 我三月要去美国 我美国回来 我在带阿姨来找你 我告诉各位 我说到做到 我差不多 我那个三月底的时候 从美国回来 我们去参观公司 回来的时候 我就跟阿姨 这个邱雅阿姨讲说 邱雅阿姨 我跟你讲 你看什么时间有空 我带你去屏东 我带了一个78岁的 小朋友去屏东 你觉得带老人 那个压力是很大的 你要把他牵涛 虽然他身体很健 可是那是有一种压力 那我去的时候 我就带着阿姨去 我去的时候 我又带着丹 我又带着他最爱吃的 爸妈跟四成汤 跟阿姨去 那一天其实他也很忙 那我就跟他聊聊 那后来他又说 因为我有告诉他 我要来 然后后来他就自然而来 我说阿娜你要有什么套组 然后后来他就 我跟他讲说大套组 然后他就说 因为他要买房子啊 怎么样 我说没关系 因为我告诉各位 你要让伙伴下单 你不是叫他一定要下大单 他如果有压力 虽然他是老板 他有压力的时候 你要站在他的立场 那我说没关系 不然你就用 用一个小套组 然后再加一个活药 因为他没有很多钱 他说三万多块差不多 因为他 他要买房子 已经付了投席款 要干嘛 他就人家的也很实在 他就告诉你 他的难处在那里 他说为什么想吃 因为他吃的那一瓶的 效果非常好 那那时候我去美国的时候 他又说要一瓶 所以这个却阿姨 又寄了一瓶给他 那后来他又说 好那我就告诉他 那你用小套组 再加一个活药 他就说好 那他说好了 我就帮他 在那里就帮他 现场就帮他key单 所以这个东西 是不是自然而然 他想要 你不用去告诉 你只是告诉他 我们公司有哪一些套组 而且各位 你一定要设身处地的 为这个伙伴着想 你不是说你 你让他用个大单 以后你赚比较多钱 那你就会比较开心 不行 你要 你一定要 你要变成 站在他的立场 那他自然而然 他会不会信任你 他会不会相信你 那那一天 他这个是不是 已经谈单了 然后我们也很开心 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谈单的一个 那我们就走了 走了以后 后来我们公司 是不是又要促销 一个特惠套子 他有在群组里面 他就打电话来了 这个是要吃什么的 你看 我说你要认真吃 你怎么样吃 我就告诉他 他就跟我讲说 当然会啊 我已经定了 我要先让自己健康 我才能够去分享给别人 那你看看 你是不是就是真心的 去关心他 所有的事情 自然而然会发生 你不用去跟他说 你一定要加入 你一定要干嘛 我告诉你 你如果一直跟他讲说 你要加入 人家会觉得怎么样 你来就是要赚我的钱 我为什么要做 我为什么要 可是我就是为了他的健康 因为我知道他是很辛苦 他都没有在喝水 他整天都在喝凉的 我告诉他 因为我看到他 从那冰箱拿饮料出来 虽然是无糖的 可是我告诉他 你这么累 你不可以这样子喝 你这样身体会完蛋 你在关心他同时 他会觉得说 说 好像云曼那里的卡住了 对不对 没关系 我们稍微等他一下 那我们刚刚到现在 我们听到云曼的分享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他真的实在是超热情的 然后也可以感受到 有没有发现 他的压力也很大 因为他的讲话 啪啪啪啪 速度超快的 大家有没有感觉 那真的 他平常讲话 真的就是这么可爱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时间压力 真的非常的大 那云曼那里 应该是讯号不太好 我们等他一下 那从刚刚呢 我们一开始看见 他真的 小时候呢 爸妈很早就离开了 我还记得呢 我还听过呢 妈妈在要走的时候 还告诉他 要帮他照顾妹妹 你知道吗 他自己呢 都还照顾不了 他自己 要再帮忙 多照顾另外的妹妹 然后呢 他真的就一肩扛起 带着弟弟妹妹 然后很快呢 又很早婚 那他早婚之后呢 我也觉得 他也很可爱 他嫁了一个先生 那先生呢 我们 我没看过他先生 但我知道呢 先生能够 对他的帮助有限 为什么 因为先生呢 是 就是身体呢 也不是很方便的 所以完全就是 大部分就是靠云曼 那我们看到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刚刚在所有的话里呢 他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就是我看见 他真的会把所有的委屈 都会往自己肚里面吞 那我还记得他跟我分享了 他大概在疫情期间 当时他的白斑开始起来 他白斑起来呢 当时呢 他自己也不知道那是白斑 他就发现 怎么脸越来越花 越来越花 然后呢 客人每个人都关心他 即使他戴着口罩 那他呢 都是笑笑的面对客人 他说真的都是到晚上受探以后 自己躲在呢 厕所里面哭 他说他是一个女孩子 他怎么可能会不在意 他的脸上 就是像小花猫一样 他都这样形容他自己 那真的也是 当时使用凯莉的东西呢 除了他的过敏改善 他那时候一年多的时候 他脸上的那个白斑 也完全掉了 你知道他超级开心的 那当时他的白斑呢 不见的时候是谁发现 是他妹妹 妹妹就跟他说 姐姐 你的脸上的白斑 好了耶 他照镜子才发现 你知道吗 他说他有一年都没照过镜子 大家可以知道吗 那个心理的压力跟负担 那云曼呢 是一个很实在 很可爱 很踏实的人 所以呢 我们刚刚在听他 分享凯莉的时候呢 他真的 他就是用他 关心别人 用他的热情 用他的爱 去感染身边的人 我还记得呢 当时呢 他曾经呢 去找一位伙伴 我跟力真第一次 下去见云曼之前 有找一位伙伴 那位伙伴呢 就是宜文 那其实当时力真要招募 宜文呢 一直招募不到 那云曼做什么呢 他真的不放弃 就是不断的关心 不断的关心 那今天本来也是力真 要来做主要的访谈 那力真为什么没有来 因为力真也是十几年的 癌症患者 他们真的都很认真的在 关注在自己身体上 那所以呢 当这个天气稍微 有一些变化的时候呢 他不小心就染上风寒 所以下午呢 他就赶着要去看医生 因为很虚弱 所以才由我上来 那一样 我刚刚所说的 宜文也是一样 他也是十八年 也是癌症患者 那他们呢 都完全没有放弃 因为他们的情感非常好 他不管他怎么拒绝他 他就是常常关心他 那他关心他 并不是为了要让他来做凯莉 他真的完全只是出自他认为 宜文一定需要凯莉的东西 宜文一定要因为凯莉的东西才会好 所以他就不放弃 那我看到我们余曼进来了 余曼可以打开麦了吗 如果可以的话 再帮我们开麦 或是你 用那个举手一下 那请吴正帮你开麦 刚刚他很先弹出去了 没有问题的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宜文 他真的不放弃 你看他一直不断的关心他 然后呢 真的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感动了宜文 那宜文一进来呢 真的认真的看了凯莉以后 哇 也不得了 也是在上个月上了四星董事 好 余曼我刚刚趁你跳船的时候呢 讲一下呢 为什么你跟成功的特质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我看到了你当时 在追踪的那个宜文是完全不放弃的 你是不管呢 那个人到底有没有答应你 你完全真的只是为了 你是为了他好 我还记得呢 我到云曼那里呢 还谈过一位伙伴 那个伙伴呢 很开心的呢 啊太棒了 这个凯莉实在太好了 他回家拿钱 拿好久 我们想说 为什么他家不是很近吗 大家知道那伙伴可爱到什么程度吗 回到家说 因为我看到我老公在家 那我的私房钱都偷偷藏起来 不能让老公知道 所以他趁他老公在这里忙 那里忙的时候 这里挖一点 那里挖一点 那里挖一点 来的时候 真的那个钱是一卷一卷的 你知道我都永远记得 真的你在那里就实实在在 可以感受到 我们到哪里都可以帮助到人 那我接着想要问云曼的是呢 在整个过程中 你有没有觉得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是如何度过跟穿越 不管在伙伴上沟通上 或者是在客人的沟通上 甚至在上下线旁线的沟通上 如果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是如何穿越的 谢谢Apple 刚才不知道怎样 为什么会跳出去 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 说实在的 因为我从小到大 遇到困难太多 那我都会想说 反正他们就这样 没关系 因为每一个人的属性不一样 你要去包容别人的不一样 他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没错 可是我觉得说 当你的想法改变了以后 其实所有的事情 就算你很不开心 就让伙伴给你 就让伙伴给你的是你 让你不舒服的 其实我都会想 当下可能会很不舒服 可是我都会想说 算了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的思考逻辑 的思维不一样 有可能他当下可能 他家里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他怎么了 那我觉得 你要容忍别人 他不一定每个人 都可以讲很好听的话 当然是每个人 都很喜欢听好听的话 那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怎么去做 我都会觉得说 我再回来再思考一下 这个人比如说 我跟他讲的时候 他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自己会去思考 我该怎么去做 那我觉得很多的事情 就是说我觉得凯莉的产品 真的很好 我告诉各位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思考逻辑 我觉得我 因为我后来是信主 我觉得我的上帝 给我很多的启示 那我告诉各位 真正对我帮助很大的 就是我们凯莉的毅力见 告诉各位 他让我的情绪变好 他让我怎么样去 去帮助每一个人 包括我觉得 我的 你遇到很多人讲话 你真的是 我告诉各位 你会非常生气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做 我们做的事情 不一定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有一些人 会把你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你当成会不舒服 可是我可能当下会不舒服 可是我都会想说 没关系 他可能没有知意力见 告诉各位 我是这样的 让我的不开心 我的 我对伙伴 我付出很多 他们觉得说不够的时候 我听到有听到声音的时候 我就会这样子 我就想说 没知意力见 为什么 因为他心情不好 他的脑袋的思维 他可能他的脑 我们的成分没有到达 他的脑袋 所以说他会这样 所以我都是用这种方式 在让自己排除我所有 所有我自己的不开心 或者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该怎么去讲 那我会怎么做 我其实会寻求很多的好朋友 我会去跟好朋友聊天 然后我 比如说我做了这些事 然后我这些人 为什么会对我这样 那他们会给我很多的一些建议 那其实我就慢慢的 我就会觉得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 所以说我觉得我的 我吃了凯莉的产品 我所有的思维 还有我所有的一切 我都觉得说 我慢慢慢慢的在改变 我觉得我不会那么 我不会那么不开心的 而且我的不开心可能一下子而已 所以说我觉得说 这是我在凯莉 我去处理一些事情 我可能当下很生气 可是我可能一下子 可能不到20分钟 我可能很生气 可能到了以后 我就想说算了 可是我还是会检讨自己 我今天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的事情 是要从你自己检讨起 不是检讨别人 而且我觉得很多的事情 是你要去反省自己 不是去反省别人 我觉得很多的事情 就是说从你自己做起 就是我觉得我应该 我在凯莉里面 我遇到现在遇到一些的困难 还有一些的忙点 我都是这样子的在告诉自己 像我刚刚要上线的时候 我就祷告告诉我的上帝说 我现在我要被经理反弹 你要给我智慧以及启示 我才能够让自己能够讲出来的话 可以能够帮助我们全球的家人 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Apple Apple怎么不见呢 Apple跑去哪里了 嗨 我刚刚弹出去了 所以呢 就没办法开我的Mine 刚好电话来就被弹出去了 OK 太棒了 我真的觉得 余曼今天呢 跟我们分享的 我相信线上的伙伴 应该也收获满满 其实我们真的所有的方式 只要你用热忱 只要你用爱 只要你持续 你也可以 那我接着想要祝福余曼 这两个月要上战时哦 我们的女友加油 谢谢 好 太棒了 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在这里 我们有请吴赞来跟我们 做那个会后的一些勉励 有请吴赞 谢谢吴赞 然后谢谢余曼 谢谢先生 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非常非常感谢我们 爱婆钻石 临时救急 在我们力争 不舒服的情况下 勇敢出来的当当 这就是我们团队的文化 一家人的这种感觉 随时随地 都有人相互帮助 那刚才呢 一路上听余曼下来 我真的内心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坚强的一个女性 然后从小父母 早早离开人世 把弟弟妹妹交给她 她真的是单单的她 弟弟妹妹的父母的角色 一路上把他们拉扯起来 还带领他们 所以内心的强大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在她自己意识到 她虽然肉圆店的生意非常好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满足于眼前的这种快感 觉得哇每天太好了 都有现金收等等等等 但是呢 她看问题就可以看得比较久 比较长远 因为她意识到生意好的时候 人会倒 生意不好的时候 店会倒 都属于两难的境界 但是呢 虽然余曼这么忙的时间 每个月还要交房租 水电 员工的工资等等等等 但是呢 我每一次去台湾 真的她依然还是没会比较 这一点也是 让很多人 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因为太多的人会计较 哎呀 我今天把店关了一天 我会损失多少 我今天去培训 我也不知道会赚多少 等等等等会去这样子 但是呢 余曼没有这样的想法 她只知道 我要想在凯莉成功 我就必须听话照做 所以她的信心就像她说的 起早摸黑 到晚上回家 听我们这个培训的时候 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在 星期三晚上 跟星期六早上 早上的时间 她几乎是没有时间 因为她九点就要到店里头 去帮忙了 所以晚上的时间 晚上回家累 有的时候听到一半就睡着了 但是呢 她第二天依然继续 听这样的课 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呢 就是因为 来说世上无奈是只怕有心的 真的她这个心 可以得到她所想要的一切 所以从整个余曼 这个一路的心路历程下来 我们 她真正正正体现 我们GC九九团队的精神 我们的精神是什么呢 第一是正心 她的心非常的正 无论她经营凯莉也好 她为人平时的为人处事也好 还有她的 肉圆店的生意也好 都是愿她的正心来做 都希望对方能够得到好处 所以呢 心的力量是最伟大的 大家不要过于追求方法 过于追求数方面的东西 因为呢 数只是数而已 它没有灵魂在里头 而真正的灵魂在我们的心里头 所以呢 正心正念比什么都重要 我相信余曼如果不是因为正心正念 她今天没有办法 在父母 不在家的时候 她可以带着她弟妹 这样子一路这样子走过来 还可以把她的肉圆店 做得那么干净 虽然我还没去过她的肉圆店 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去 不知有没有树的肉圆店 但是呢 就可以知道 她对生活的这种认真 这种态度 那利他呢 他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是反映在 今天我的分享 能够给你带来什么 简简单单 所以他刚才也是用 非常接地气的方式 给我们展示了 他平时是如何谈担的 都是先关心别人 让对方感受到 他真的是爱对方 真的是在关心对方 然后呢 问对方 有没有听说过亲戚片 如果没有的话 来喝一杯 给你尝一尝 然后接下来 就讲自己的故事 哎呀 这产品真的是太神奇了 帮助了 我什么 哪些哪些哪些 各位 不是在于 他讲了哪些话 而是在于 他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就像刚才 Apple钻石说的 他全身放光 全脸放光的那种状态 各位 这状态出哪里来的 这状态是来自于对凯莉的深深的热爱 如果没有这份的热爱 如果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热情 如果没有这样的热情 就不可能燃烧别人 别人的梦想 所以呢 很多人到他露园丁里头 听他这样子聊着聊着 一心一心 他每一次跟别人分享凯莉的时候 就是都巴不得把自己的心掏出来 给对方看 那很多跟他同频的人 也感应到了这一点 感受到了这一点 所以为什么这么快的时间 就成为 我们的五星董事 建立起了两百多人的团队 那他这两个月要上钻石的话 我相信一定可以 因为呢 得人心者才能得天象 他是非常非常得人心的 所以呢 他的团队下面的团队伙伴 一个个至高分野 因为传统呢 在这个行业里头 都是讲得好 很多人都想 哎呀 我这么努力 都是为上面赚钱 我等等等等 有这样的思维 但是他永远 他的团队带出来 真的是一家人的这种感觉 他的下面的伙伴 积极主动 主动在他店里头聚会 主动在那里商量 如何能够在这两个月 能够帮助 我们的云曼萨钻石 我觉得这份真情 真的是难能可归 很少很少 在这样的行业 然后下面的伙伴 能够这样子主动 积极勇敢的跳出来 要帮助 自己的大领导 能够实现他的梦想 实现他的目标 所以这人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就是养德 养德 因为德行决定一切 然后我们积德行上 我们就可以得到上天的眷顾 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他每一次都在祷告 做任何事情都是非常认真的在祷告 即使像今天晚上的这样的分享 他依然在祷告 希望他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能够智慧如海 那些灵感能够永远不断地进入他的脑海 然后能够跟我们分享 对大家有帮助的信息 所以我相信 各位 如果你们感觉今天晚上跟云曼 通过云曼的分享 感觉很有收获的话 那么你们就打 888 来支持一下云曼 来鼓励一下云曼 希望云曼越来越好 感谢大家 真的是 因为凯利生活化 生活凯利化 大家不要把凯利做得高深莫测 最后两个字就是坚持 刚才讲了养德 因为厚德就能载物 有这个厚德在的话 都不用担心 上天一定会来帮忙 最后就是要坚持 就像刚才云曼说的 有的时候他真想跑到卫生间 去哭一哭再出来 他也遇到过困难 也遇到过拒绝 也遇到过很多很多人生的难题 但是他依然坚持下去 所以我们去台湾 一定会去找你的云曼 所以我听完以后 我内心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就是这种坚持的精神 实际上呢 有的时候上天给我们一些困难 是在考验我们 真的 不是说让我们一路顺顺的这样子下去 因为只有经历过困难 然后我们提升自己解决问题能力的时候 我们的个人才会得到成长 当我们个人得到成长的时候 这才是真正真正属于我们生命的东西 各位 东斯笑评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没有人喜欢 而每一个人做最真实的自己 才是最最重要的 从自己的心里发出来 不一定说你要长得多漂亮 不一定说你要长得多像哪个明星 不一定说 你讲的那个气势 有没有谁的味道 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做真实的自己 因为凯莉 只是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所以讲Kellery Life 凯莉生活化 生活凯莉化 只是把凯莉 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就是 让凯莉 进入我们的生活 影响我们的这个心心恋恋 让我们生起正念 去传播凯莉这份大爱 通过我们的传播和分享 让凯莉进入更多人的家庭 仅此而已 各位 没有什么秘诀 路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路要一步一步的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G7九州团队 这么多实力派钻石 实力派的各种各样的 心急董事的原因 因为呢 我们既然要上钻石 我们是希望能够达成 公司的钻石旅游 所以我后面的这张图就是 然后迪拜的七星状酒店 那既然我们要想成为 实实在这钻石 或真价实的钻石 我们就要做一个一个家庭 建立起来这种连接 把这个财富管道铺出去 那么自然后面 我们的管道就会变天下 自然而然就会成为 好 赏赏亮亮的 实实在在的钻石 过真价实的实力派钻石 我希望我们团队的钻石 不要成为偶像派的钻石 成为实力派的钻石 而事实也证明了 确实我们团队一个个钻石 几乎都是实力派的钻石 因为只有脚踏石地 实实在在才能尝尝求救 人在做天在看 我们的付出的每一份真心 我相信大家都会感受得到 愿爱来经营凯莉 愿立她之心来经营凯莉 愿自己的德行来感召有缘的伙伴 然后大家一起坚持走下去 我绝对绝对相信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 凯莉三上八卦的钻石 关键 问自己的行动量在哪里 既然我今天的目标是钻石 是五百个人 我今天有没有把脚踏出去 去跟别人分享 我今天有没有拨通电话 某人的电话 去跟她聊凯莉 问对方有没有喝过清汽水 等等等等 各位 为什么对凯莉有这么大的信心 说实在话 哪怕凯莉只有一种产品 只有一款清汽片 我们个个都可以成为 散烈烈的钻石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人无为有的产品 全球独家专利的产品 而且它的效果 经过三年的时间证明 确实发生了不可思议的 所以各位 哪怕你其他九种产品 都不同的分享都没关系 只要你会分享清汽片 刚才我们的云曼也分享的脑力键 有多大的帮助 确实我们的脑力键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洛杉矶的一个伙伴 David就跟我说 他说哎呀 我赚了 真的很神奇 凯莉产品实在是太好了 他说过去我会唱歌 更不会记歌词 他说现在呀 那些歌词啊 音啊 调啊 等等 他说真的是 如暑加真的 全部都会了 所以他说 我真的没想到 大五十几岁的人 好 居然还可以 现在每一天很开心 很快乐 歌词呢 全部都记起来 音调也全部都记得很好 哎呀 真的是凯莉产品 这种凯莉生活真的是太美妙 所以各位 我们分享这样的产品出去 我们内心有满满的感动 有满满的底气 真的要很感谢 我们的林博士 这么慷慨 这么大方 这么舍得把这么珍贵的材料 放到我们的产品里面来 愿者 信者得福 能够吃到了 真的都是巨大的福气 然后最近我在多伦多 也是跟我们多伦多的一些钻石 在分享的时候 然后多伦多的钻石 就给我看他同学的照片 真的内心也是充满了无限的感慨 他给我看他的同学 跟他同龄了 去年他回去新加坡 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跟他们一起同学聚会 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帅哥 结果没多长的时间 发现癌症 而且不相信凯莉产品 都始终告诉自己说 我很健康 我不需要 结果呢 没过几个月的时间 人就像骷髅一样 形成真的是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 他就跟我说 我赚 我已经尽力了 我分享给他们了 我用我自己亲身的实验 分享给他们 希望他们都能够感受到 这个凯莉的美好 但是他们真的没有福报 吃不到凯莉的产品 所以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也是 他同学过世的时候 他也是非常的难受 他说我平时很少哭的 但是看到我这个同龄人 一个个这样子离开我们 真的内心非常感受 非常难受 他说如果凯莉能够进入 他们的家庭 他们如果能够选择相信的话 那该多好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就 随缘就好 我们做我们该做的 我们只管去分享 要不要接受 真的要看对方的缘分福报 够不够 不是我们所能够左右的 各位 我绝对相信 这个亲戚 是前我古人后来者 那我们哪怕 拿到这个最坚硬的力气 最厉害的穿透力 全世界 全宇宙穿透力 最强的这个产品 我们传播出去 哪怕让每一个家庭 每天只要和两杯亲戚水 你直接跟间接 分享出来的客户 达到500个人 就是爽爽发光的算式 所以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让凯莉的产品 进入千家万户 经济条件好的 可以吃全套产品 可以多吃几种产品 全方位的保养 轻补调侃 全部一起来 经济条件不好的 哪怕每天就和两片 亲戚片开始 再清除他们身体的 各种各样的自由基 修复他们细胞 修复提升 立腺体能量的时候 也自然而然会来 很多的慢性疾病消失 这是我们的使命 这是我们的愿望 我绝对相信 我们会越来越好 好 再次感谢我们的 Apple钻石 再次感谢我们云曼 非常感人的分享 我们一起愿生命 影响生命 一起愿生命 感动生命 每一份的成功 每一份的光芒 都值得我们去赞叹 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 也是跟云曼一样 用自己全身的热情 把凯莉分享出去 尽管她还在经营着 她的乐园店 尽管她只能 Part time 业余的时间 来分享 但是呢 心在凯莉 我们的幸福就在凯莉 心在凯莉 我们的成就就在凯莉 所以线上的各位伙伴 你们的心在哪里呢 只要心在凯莉 大家都会成为 赏赏发光的钻石 再次祝福大家 再次感恩大家 谢谢吴传 谢谢大家